4月5日 鸿海首季营收1.46兆创同期新高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是廉甲的最后一天 鸿海比较大影响的消息有两项 已是首季营收1.46兆创同期新高 而是郭董丢出宣布选总统 争取国民党征兆 海民调唯一支持郭台铭的震撼谈 首先看第一项消息 在第四季刘董说过 鸿海第一季营收会约略持平 确实就如刘董说的 年对年增3.87% 算是表现符合预期 这时会有人说 鸿海1月有去年11月郑州厂出货延迟多贡献的2000多亿 那是不是扣掉这个后 鸿海第一季算是衰退呢 如果你要这样说 其实也是可以的 会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在于 Fed已经升息一年多了 目前的利率也维持在高档 世界的经济确实是有在降温中 和去年相比的话 俗称就是衰退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代工厂看得出来 大家记得一件事 经济本来就会扩张及紧缩 Fed就是透过升息及降息的手段在控制通货膨胀 如果目前经济很好 所有的代工厂都成长 只有鸿海衰退的话 那代表鸿海的竞争力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因为经济降温 所有公司营收都衰退 那就是大环境造成的 和公司的竞争力就没有什么关系 一家公司能不能持续且稳定地赚钱 取决在于它的竞争力 既然目前是因为Fed在升息 打击通货膨胀 那公司营收稍微随着经济降温而衰退 这也是合乎常理的事 第二项大事就比较偏消息面及心理面了 郭董争取国民党征兆选总统 四年前有发生过一次了 那时在短短的半个月中 鸿海股价就上涨了35% 我相信很多短线客都在摩拳擦涨了 明天一早要跳进去掀卡位 在鸿海中本来就是会多空交战 目前多方及空方势力相当 多了郭董争取国民党征兆选总统 渴望会打破多空的平衡 大家可以观察近三天的鸿海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完全没有增加 代表市场对这个消息面及心理面不买单 如果爆量上涨 你没有在前三天就卡好位 那能赚到的报酬率就很有限 以短线客的想法 明天一定会先冲进去卡位 发觉市场没有人鸟着消息才会再出场 不过我个人觉得 有这些短线客的买盘 刚好可以让偏空的美龄 瑞银 富邦 花旗环球 美商高顺闪尿一下 只要能让这些偏空外资抖一下 那就非常的值得了 至少把空方势力清除掉后 未来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就不会一直死命的纠缠鸿海 那些偏空的外资群及主力 现在的态度是 卖了还不滚到旁边死 就一直在那罐杀及压制鸿海 如果透过这一波短线客涌进 教训一下这些偏空外资群及主力 一想到就令人觉得很开心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 鸿海宣布在齐洛兹敦工厂 开始生产新型全电动 驾驶员可选的智能拖拉机 鸿海布局电动车是很全面的 从电动车平台 电动车关键零组件 电动车组装 车用软体 两轮 四轮 农用电动车及电动 全部都有布局 目标就是拿下全球电动车市占的10%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菜鸟对ETF净值的错误认知 有一些散户很搞笑 他竟然会以为 ETF券商网页上的净值 就是真的净值 真的是笑死人了 ETF券商所谓的净值 就是公司的股价 白话文就是 台积电的净值是113元 股价533元 如果ETF持有台积电股票 那ETF就会把533当成自己的净值 现在的散户好傻好天真 有空出来帮ETF说话 竟然连这种简单的事都不会去了解一下 觉得自己买了0056 00878 看到净值和股价一样 觉得好干净 好透明 听到我都快笑死了 以0050来说 股价121.6元 这股价就是由0050持有的股票股价所组出来的 0050真正的净值绝对不会是121.6元 最正确的算法就是 你要把0050所有持有的股票净值拿来加权 而不是拿股价出来加权 以目前大盘净值比两倍 那0050真正的净值就会是60.8元 这才是所有持有个股净值加权出来的真实净值 竟然说鸿海的净值不是真的 00878 0056净值才干净 才透明 我听了都想从你的头八过去 给我醒醒吧 最后来看一下四年前郭董选总统时的鸿海股价变动 目前郭董要选总统 等于就是消息面及心理面 这两项就是短线影响股价的因素之一 如果明天鸿海一开始成交量爆量 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像四年前那样的上涨35%行情 这样的涨幅 足够将美龄、瑞银、富邦、花旗环球、美商高盛送到外太空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鸿海手机营收1.46兆创同期新高 二、鸿海推出在洛兹敦生产的电动拖拉机 三、散户持有ETF对股价及净值存在的误解 鸿海2023年3月营收总缆一 2023年3月营收为新台币4003亿 月减0.43% 年减21.11% 为历年同期第三高 历年最高为2022年03月营收5074亿 次高为2021年3月营收4412亿 与公司预期约略相当 2023年第一季营收为1兆4627亿 即减25.26% 年增3.87% 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期次高为2022年第一季营收1兆4082亿 也符合公司在法说会揭露的展望预期 鸿海2023年3月营收 各产品类别表现 2023年3月营收4003亿 月减0.43% 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及原件及其他产品类别 月对月有强劲双位数成长 电脑终端产品类别也维持正成长表现 仅消费智能产品类别有衰退情形 说明如下 1.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受惠于客户拉货需求 故月对月有强劲双位数成长 2.原件及其他产品类别 受惠于零组件出货增加 故月对月有强劲双位数成长 3.电脑终端产品类别 受惠于客户拉货需求 本类别维持月对月正成长表现 4.消费智能产品类别 因逐步进入淡季 故月对月有衰退情形 2023年3月营收 年减21.11% 除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与去年同期表现有显著成长之外 其他三大产品类别 年对年呈现衰退情形 说明如下 1.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部分产品料矿供应较去年同期改善 且受惠于客户拉货需求 故年对年有显著成长 2.原件及其他产品类别 因消费智能以及电脑终端产品出货衰退 故连带本类别年对年略为衰退 3.消费智能产品类别 去年同期应有新产品推出 及其较高 故本类别年对年有衰退情形 4.电脑终端产品类别 因PC市场需求趋缓 本类别年对年有衰退情形 鸿海2023年第一季营收为1兆4627亿 年增3.87% 消费智能产品类别 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显著成长 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约略持平 电脑终端产品类别 及原件及其他产品类别 表现略为衰退 说明如下 1.消费智能产品类别 以月份应郑州厂区恢复正常生产 此类产品出货提升 故此类别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显著成长 2.云端网路产品类别 本类别年对年表现约略持平 3.电脑终端产品类别 因PC市场需求趋缓 故本类别与去年同期相比表现略为衰退 4.原件及其他产品类别 应拉或动能保售 故本类别与去年同期相比表现略为衰退 鸿海2023年第二季展望 基于目前已经进入新旧产品转换期 加上2021年缺料状况在去年上半年缓解 致使去年上半年拉或动能高于一般季节性表现 在去年基期较高的情况下 预估2023年第二季营运展望将呈现季简 年简的状态 鸿海近期重大活动预告 2023年5月5号 公告2023年4月营收 2023年5月11号 2023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 2023年5月31号 2023年鸿海股东会 鸿海在3月中的第四季法说会中提到 2023年第一季的展望 营收年对年会持平 鸿海2022年第一季营收14,076亿 2023年第一季营收14,627亿 年增3.87% 算是符合刘董第一季法说会说的 之前法说会说过 约略持平就是正负3%左右 确实第一季的营收是在预期中的高标 年增来到3.87% 在上一季法说会中 刘董是预期消费智能产品显著成长 云端网路会约略持平 电脑终端 原件及其他会略为衰退 所以鸿海第一季营收的表现 就是跟上一季法说会 刘董预期的是一样的 既然和去年差不多 那鸿海四大产品营收 就是会和2022年第一季是差不多的 2022年第一季消费智能产品营收 7266亿 云端网路产品营收 3229亿 电脑终端产品营收2770亿 原件及其他产品营收808亿 2023年第一季消费智能产品营收显著成长 那大概2023年第一年 消费智能产品营收会是8000亿左右 云端网路产品持平 也就是3229亿 电脑终端略为衰退 大概就是2660亿左右 原件及其他略为衰退 大概就是740亿左右 去年第一季红海获利2.12元 在上一季法说会上有提到 郑州厂有部分员工激励的奖金会影响到1月 不过2022年第一季红海业外的其他利益及损失 赔了56.99亿 第一季全球股市大涨 所以其他利益及损失 应该是可以去弥补一个月 郑州厂薪资激励的部分 第一季红海比去年同期多了3.87% 所以第一季获利还是有机会 比去年第一季的2.12元好 记得一件事 红海净值104.65元 股价才104元 市场对红海的获利成长也不可能太严格 总不能说 预期红海一年赚11元 结果仅赚10.5元 你要红海股价跌10元 20元或30元吧 哪有这种事 哪天红海和台积电这样 股价净值比5倍 我们再来说 获利不如预期股价要大幅修正 这也是投资红海的好处 获利没有被拿走任何一毛 红海赚多少 等于就是我们赚多少 多个0.1元 0.2元或是少个0.1元 0.2元 那其实影响不会很大 2022年初Fed升息 回收市场资金 打击恶性通货膨胀 所谓的通货膨胀就是市场资金太多 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太过热络 价格一直持续的螺旋式上升 为了要避免恶性通货膨胀 Fed就持续的升息 在2022年市场因为预期性心理 回收了自己投资的资金 这就使得股市开始恐慌性的下跌 在2022年10月时 恐慌气氛来到最浓 那时台股从高跌到低点 约下来了6000点 那时的经济数据其实是还不错的 当Fed快速升完息后 为什么还会维持高利率一阵子呢 因为就是要把通货膨胀打下来 现在市场上经济确实有受到Fed升息的影响 看一下广达 今年前两个月营收累计年对年衰退9.43% 核硕前两个月年对年增加4.13% 核硕会年增的原因在于 之前核硕营收没什么成长 2020年核硕营收13993亿 2021年营收12614亿 2022年营收13176亿 意思就是说 核硕目前的营收仅比2018年前的好 在2020年Fed降息 核硕的营收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现在自然不会大幅的衰退 伪创累计前两个月年减11% 人包累计前两个月年减21.4% 营业达累计前两个月年减2.85% 鸿海累计前两个月年增17.9% 第一季年增3.87% 鸿海第一季表现得比同业好 是因为一月营收受到去年11月 郑州员工出走 造成的出货延迟 目前看起来Fed升息确实有造成经济在降温 大家在估计公司营收时 你要拿同业及市场大部分的公司来看 如果目前经济很好 所有的公司都成长 只有鸿海衰退 那可能就是鸿海竞争力发生问题 如果是因为Fed升息 造成全球经济降温 那就是大势所趋 其实经济本来就是在扩张及紧缩之间在整理 鸿海也经历过很多次这种经济循环了 最终还是能持续地赚钱 如果Fed升息 造成经济衰退 那你该担心的公司是获利被拿走很多年的 以鸿海这种股价还在尽职附近的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新闻说 鸿海宣布在奇洛兹敦工厂开始生产新型全电动 驾驶员可选的智能拖拉机 该公司展示了最初的五台Monarch MPV拖拉机 这些拖拉机周二下限交付给客户 高管们称之为里程碑日 周三可能会有强雷暴和破坏性阵风 新的Monarch MPV拖拉机是在过去两周生产的 Monarch联合创始人Mark Schwager表示 目前的重点是将自动拖拉机销售给 Monarch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型农场 Schwager说 今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卖完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在这里大幅扩大规模 那些推动拖拉机发展的人表示 他们将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使用更少的杀虫剂 同时减少对柴油动力拖拉机的需求 因为柴油拖拉机会损害环境 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能够进入能源行业 并且在我们远离化石燃料的同时 能够保护我们的星球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Monarch的联合创始人Carlo Mondavi说 在我们等待新Fisker Pair和NDFND1原型 开始生产的同时 富士康电动汽车生产副总裁表示 该公司正在努力与更多汽车合作伙伴达成协议 我们需要仅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在推动业务并将马或宁股 转变为电压股方面发挥了作用 Roger Yeh说 高管们并未就这些公告的发布时间透露太多 我的简短回答是很快 Roger Yeh说 6月 富士康与Zimano Monarch Tractor 签署了制造协议 在洛兹敦建造旗下一代农业设备和电池组 MKV包含有助于防止农场相关伤害的技术 无论是驾驶拖拉机还是执行无人驾驶任务 每个MKV都具有防碰撞 人体检测和动力输出 PTO 保护功能 如果拖拉机检测到距离拖拉机6英尺以内有人 则拖拉机将停止移动 如果系统检测到距离人体检测和动力输出1英尺以内有人 人体检测和动力输出将自动关闭 富士康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商业化生产Monarch Tractor的MKV系列 接下来的步骤包括调整生产线和材料采购 为全速生产做准备 A大回答 鸿海布局电动车就是以全方位为目标 之前有和Gogoro合作两轮的 也有和玉龙合作电动车平台 也和Fisker,Lordstown Motors,泰国石油PTT新建电动车制造工厂 沙国的CER,台湾高雄电池中心,墨西哥车用零组建工厂 美国India原型车,美国量产Monarch电动农用车 鸿海的电动车布局是垂直一条龙 但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出来鸿海的布局 就一直在那觉得没有看到成果 其实布局阶段营收及获利本来就不会爆发 一定就是几年后才会爆发 这就和布局买鸿海一样 如果你都在市场一片看好时买 那你买到的股价就会在天上 股价净值比三倍,五倍都有可能 当然就是在市场还没有看到时 尽量的多布局 以目前鸿海34年获利 34年配息 近20年获利平均有10% 近几年配出的股息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鸿海有一点像高股息 那是因为鸿海的股价太委屈了 一年可以赚10.21元的公司 结果股价才104元 我真的是不懂散户的智商到底怎么了 使得鸿海仅配了五成 股利率就有5.19% 比一般配七成、八成 甚至十成的个股还要高股息 会发生这样的原因也很好理解 因为近几年试获的鸿海股东越来越多 卖掉了外资群手上的股票 使用近一年半外资群卖了鸿海120万张 这些卖出的外资群 就每天在那被鬼打到的拼命挡单集灌杀 最近偏多的大摩、小摩、台湾汇利、上海汇丰 在之前其实也是偏空的 只是看到做多比较有利 所以就开始买回 一些不见棺材不掉类的富邦 美龄、瑞银、花旗环球、高盛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就是要等到股价真的压不住 才会急急忙忙地买回 这一次郭董宣布参选 算是一个消息面及心理面的利多 我想很多短线客今天已经在摩拳擦涨了 四年前的经验是半个月内就涨了35% 一些短线客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明天开盘第一笔就先进场卡位 以鸿海近期的成交量这么平稳 大概就是22000多张 忽然来了大批的短线客进场当冲 一定会造成短线鸿海股价爆量 正所谓有量才会有价 鸿海里面的股东本来就是心如直水 不太会卖 现在鸿海中就是多空交战 打成平手 加上今天郭董参选的消息面及心理面 一定会打破这平衡 也就是说 只要大部分的散户 短线客还记得四年前郭董参选的事件 心理预期会大涨35% 明天一定就是直接冲进场卡位 这时瑞银、美龄、富邦、花旗环球 高盛等偏空外资群及主力 在短时间遇到这么强大的投机买盘 可能就是顺势跪下来了 我说过 平常那些偏空外资群 就是在上面挡大单 让大家觉得上面卖压很大 但短线投机客明天进来 不会管你这么多的 直接眼睛闭着就买 他们要的就是一买一卖的差价 心理预期可以涨个35% 所以看到有偏空外资群挡大单 他们反而会很开心的大买 当偏空外资群发觉有这么夸张的买盘 他们也想来个短线 那上涨幅度就会很夸张 我个人觉得 至少就是打破目前多空交战的局面 让一些偏空的外资群彻底的死透 他们的成本就是在104.5元的年限 超过很多 偏空外资群及主力势必就会止损 来比先买先赢 半个月及一个月后 这些空方的势力被打破后 就不会一直把鸿海压在净值附近打了 网友阿瓜一号说 我就是愚蠢的人 不会买个股 只会买0056 00878 只知道这二档ETF风险低 傻傻的零股息很满意了 ETF全配我觉得很好 纵然鸿海个股保留盈余 垫高净值 我也不可能拿鸿海股票 找郭董一净值拆伙分钱 ETF的股价是贴着净值 不容易爆起爆跌 ETF没办法被炒作 所以透明干净 探得见 个股容易被炒作 本一笔变成本梦笔最后神海底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纵使净值再高 大股东刻意压股价 我们这些小散户是无能卫力 版主是属于大师等级 我不具备版主的能力 00878 0056他的净值我看得见 他不会刻意压股价 每年的股力全分给我这位小股民 股价不会被法人及大股东玩弄 这个就是我要的 A大回答 听到上面的散户说的那些话 你就会知道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股市知识及常识 他们就是一副 我嫩 我弱 我费 我菜 我懒惰 然后去合理化被ETF券商每年吸血管理费的事实 上面的网友说 红海的净值没有用 不可能去找郭董拆伙分钱 然后自己买的ETF股价就是净值 中间只差一点点 就是很透明 很干净 真的是无知到了几点了 一般散户把ETF券商给你的股价及净值 就当成了真的净值 以0056为例 网页上写股价28.43元 净值28.51元 两者的差距很小 所以ETF的股价和净值很近 这种人就是完全不懂ETF怎么运作的 所谓的ETF是你把钱给券商 然后他们选了50档股票 然后买进 所谓的净值是券商持有股票的股价 没有错 你没有听错 就是ETF持有股票的股价 ETF券商就拿来当净值 你却天真的以为净值是公司真正的价值 真的是好傻好天真 0056的净值净的就是对应到的股价 而0056的股价则是市场去交易出来的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发行了A大ETF 我手上就仅有台积电 我花了600元买了台积电 这时A大ETF的市值就会跟着台积电的股价走 而我发行出来的A大ETF也是能被市场交易 有一些人花了601元买 602元买 这时如果台积电股价600元 你就会发掘A大ETF股价602元 净值600元 你懂问题在哪没 台积电的净值是113元 而不是我买的600元 今天你说鸿海的净值没用 你买到0056净值很透明 很干净 那就是一个笑话 0056真正的净值是持有的50档公司真正的净值 而不会是股价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花了417元买了高端 这时417元的高端就是你的净值 而高端真正的净值是15元 你觉得你买进的417元高端净值很透明 很干净 你说出去真的是会被别人笑死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蠢到去看ETF的净值 觉得净值和股价很接近 这就是对ETF不够融会贯通的人 每天就在那说我嫩 我弱 我费 我菜 我懒惰 有空出来帮那些ETF说话 不如把我的话多在脑中转两遍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了 ETF什么很透明 很干净 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以0050来说 净值121.6元 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算 目前大盘净值比为两倍 0050真正的净值应该就是仅有一半 也就是60.8元 这也是为啥大盘跌到大盘净值比1.6倍时 0050会跌到97元 只要大盘净值比跌到一倍 你就看到60.8元的0050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净值 近期红海中的大摩 小摩 上海汇丰 台湾汇丽大战美林 富邦 瑞银及花旗环球 多空交战可说是如火如荼 大摩及小摩把红海股价拉上年限104.5元 美林 富邦 瑞银就一脚把红海股价踹下去 不过这都是小打小闹等级的 资金配置 现在郭董宣布争取参选 这就属于消息面 四年前郭董宣布参选时 红海股价半个月就从71.8元涨到97.2元 上涨25.4元 涨幅35.37% 这样的上涨幅度 足够让美林 富邦 瑞银 花旗环球哭出来了 这次除了消息面外 还有一项就是心里面 因为四年前发生过暴涨 在心里面预期下 认为短线会暴涨的几率很大 短线客一定不会放过现在的机会 虽然这消息对红海经营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也不会影响到获利 但只要打破多空交战的情况 这也是一件好事 红海的股价被一些鬼打墙的外资群及主力缠住 靠这种消息面及心里面给鬼打墙外资致命一击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预期短线会有不少人进到红海中潮段 近期红海的波动也会变得比较剧烈一些 不过四年前郭董还是红海董事长 现在红海董事长已经是变刘董了 在刘董四年代领下 红海也不上了正道 其实郭董现在参不参选 当不当选 这和红海实质经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单纯就是消息面及心里面 以红海目前的股价本来就是委屈到爆炸 如果这项消息面及心里面能让鬼打墙的外资群 主力出局 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看待的 大家记住一件事 短线的世界就是你死我活 不存在跌下去又涨上来 或是涨上去再跌下来 多空力道会维持不变这种事 我举个白话文 台湾在多方气势很强时 很多散户使用融资 金融负债 结果2022年一口气跌了6000点 也就是三成多 有一些个股跌了五成 甚至七成 当股市跌到12629点 再涨到现在15868点 你以为每个散户 融资客都活得好好的吗 当然不可能 那些断头的融资客 已经在下跌的过程中 赔到一无所有了 所以在上涨的过程中 他就没有钱了 多方的气势当然就会受阻 一样的道理 接下来鸿海因为短线消息面 心里面预期而暴涨 那些偏空外资群 及主力被打到溃不成军 你以为之后跌下来 那些偏空外资群 及主力还能活得好好的吗 当然就是不可能 所以只要接下来短线客 涌进鸿海 就是让那些短线偏空的外资群 及主力好好的上一刻 让他们不要再有价值的公司 拼命的灌杀 不要以为自己是老大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来则消息面及心里面 搞死他们 这也是会发生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羞吧 好害羞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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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